我一开始 借着大家的勇敢 站出来讲 也没有想过会 变成今天这样 metoo事件后手曝光 勇敢大牙哽咽哭 每次来到台中心情都会很好 因为台中天气很好 然后大家都很热情 前黑社会美媒大牙 8月1号到台中出席网购家电 实体店面活动 人前强颜欢笑 实则寒悲人类啊 一来他控诉险遭黑人陈建周姓卿 黑人先告他民事求偿1000万 但违宪就撤告 变本加厉再告刑事诽谈 而来酸民上他粉砖呛他 脸上的再美心不美就没有意义 心情大受影响 他先回酸民这一题 这个是我的粉丝专业 那我也从来不吝啬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 那看到他这样子的疑问 其实我也是直接回复他了这样子 接着面对大魔王黑人这题 大牙语色眼泪溃蹄 应该是说 我一 我一开始 借着大家的勇敢站出来讲 也没有想过会 变成今天这样 那 我也觉得 这是我的事 所以 后续的问题 我也会跟律师处理好 我今天坐高铁 然后才刚下高铁站 然后去上厕所 然后我在排队 然后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他就在旁边这样 加油 然后我吓一跳 我以为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来自灵异切的声音 然后我一转头是 一个在排队的女生 然后他就说加油 然后当下心里真的很温暖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 然后所有的受害者 你们也都不是一个人 三立娱乐新闻 人家刚刚明明笑很开心 你们都把我问哭了啦 报道